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十四区独立队 下下三个中队 共三百人 冯白鞠任队长 1938年12月5日 独立队在琼山县云隆区举行大会 正式将琼崖红军游击队改编为独立队 并适施抗日 1939年2月10日 日军登陆海南岛时 独立队一部在弹口阻击日军 他们冒着敌机的轰炸 一直坚持到黄昏 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三月 独立队改称独立总队 冯白鞠任总队长 部队发展到三个大队 一个特务中队 共1400余人 同月 第一大队在琼门公路的罗牛镇 伏击日军运输车辆 击毁汽车一辆 歼灭日军大佐以下20余人 六月 有化妆潜入文昌县城 袭击日军北门哨所 歼敌一部 第二大队 五月在海口市郭长桥村附近 袭击日军 绞枪七支 六月 独立总队各部队打退了日军一千余人 对琼门地区的扫荡 为避开日尾玩家机 保存力量 坚持长期抗战 1939年六月 独立总队转移到琼崖西部 建立抗日根据地 10月21日 独立总队对三百多日伪军聚首的 纳大据点发起围攻 至11月6日攻克该据点 俘虏伪军八十余人 1940年2月 独立总队又以一部西进至美河地区 发动群众 组织政权 建立新的抗日根据地 至1940年冬 独立总队发展到三千余人 成为琼崖抗战的主要力量 1941年7月 独立总队在文昌县公路设服 击毁日军军车两辆 歼灭日军六十余人 1942年 日军重点进攻穹文抗日根据地 独立总队在根据地内展开了艰苦的斗争 给日军以一定打击 1943年下秋间 独立总队由内外线结合转战袭敌 迫使日军停止扫荡 1944年秋 独立总队改称琼崖纵队 在1945年夏季的对日大访工中 琼崖纵队一度收复丹县 感恩县城 并攻克一百多个日伪军据典 这支红色抗日武装在极端困难条件下 一直坚持到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包装两葉 包装叻